一整排店家都打揚 一名男子開來叫車 走下來鬼鬼祟著的徘徊 最後撬開門走進檳榔攤 等到他在出來時 原本兩手空空的他 手上這時凝提著滿滿一袋東西 警方掌握嫌犯身份埋伏歹人 黑色商議男子就是竊賊 走到後座打開車門 絲毫沒有察覺已經被警方盯上 直到遠景上前歹人 遠景當場搜查他的車子 打開後車廂一看 滿滿的全是香菸 警方將嫌犯偷的東西 全部擺出來 你們是吊什麼 煙 林泉 平板 跟那個 微型攝影機 那就是小雜貨店 連遠景都驚呼 因為他不只偷了一家 九號凌晨四點 先到極安香檳榔攤 撬開門偷香菸 清晨六點半 再到封冰箱的兩間雜貨店 偷煙跟酒 九點又再到另外一家雜貨店闖空門 隨後開車往臺東繼續偷 一天共犯下八起切到案 警方表示 張信嫌犯鎖定高單價 醃酒 得手後 將他們變賣換成現金 所信警方即使歹人 追回大約十二萬的現金 以及髒物 三日新聞 呂彥 黃世函 花蓮採訪報導